就在钟少姬和古瑞丹握手寒暄的时候 一号车已经开走 二号车停了过来 刘延光的秘书下车 将刘延光迎了下来 唐小舟又和刘延光握手 并且将古瑞丹介绍给刘延光 钟少姬并没有等刘延光 而是向前走 口里却说 小舟啊 你介绍一下 我给叔叔阿姨拜个年 唐小舟手忙脚乱的往回走了几步 领着钟少姬走到了父母面前 向他们一一介绍 钟少姬以平辈的口吻 恭敬的叫着叔叔和阿姨 哎呀 我给您二老拜年来了 说着 他习惯性地伸手到西装口袋 却又空着掏了出来 唐小舟明白了 钟少姬是习惯动作 一般来说领导下乡去见农民 握手之后通常要给一个红包 而这个红包也一定是手下事先准备好的 今天不知是手下没有准备还是别的原因 他又将手抽了出来 唐小舟又向父母介绍刘炎光 刘炎光也分别和父母握手 说了一番祝福的话 两位老人之后 就是那种例行的接见式的一路握手 握到最后 任大为上前 将两位领导接了过去 唐小舟则迎向了后面的领导 排在最后的几位 唐小舟并不认识 从车牌可知 他们是势力的 不管认识不认识 唐小舟一路握手 握到刘凤民面前时 唐小舟说了一句真话 他说 刘书记呀 你这是把我摆在火上烤啊 刘凤民说 这事你怎么能怪我呢 你不想想 你坐着省委一号车 跑了几百公里 这几百公里沿线是个什么情况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 唐小舟明白了 原来一切麻烦都出在了这辆车上 所有人被领到了三哥家门前 三哥家拥有全村最好的楼房 即使如此 这幢小小的三层楼 也无法容纳如此多的人 任大为将钟少姬 往家里引的时候 钟少姬看了看情况说 我们是来看看乡亲们的 房子太小 我们进去 乡亲们就进不去了 就坐外边吧 说着自己走过去 在一把椅子前坐了下来 又对周围的人说 坐坐坐 大家都坐 三哥家门前有一块控场 是作为晒场用的 铺上了水泥 加上隔壁左右两家门前的晒场 和更前面的控场 容纳一两百人 还是没有问题的 在此之前 村长早已经叫人将全村所有好一点的椅子集中到这里 椅子不够 还搬来了很多长板凳 三哥将这里摆成了一个会场的形式 最前面 最前面摆了两排木制的高靠背椅 自然形成了一个主席台 围着这两排高靠背椅 又摆了好多矮的靠背椅 这些椅子被分成了三个方块 分别围在三面 矮靠背椅的后面又摆了好几排长板凳 唐角洲知道 到了农村 就算是市委书记 省委书记 也不可能太讲究 能有这个样已经不错了 他们不会计较的 他最担心的是天气 从早晨就一直阴阴的 随时都要下雨或者下雪 他只能默默祈祷 希望老天给面子 给唐家傲面子 客人们全都坐下了 唐客们递上茶水和香烟 茶水还好说 最让唐小舟担心的是香烟 乡下人抽的烟质量很差 就算过年买点好烟 也是五六元一包的 他相信翻箱倒柜 也能搜出一点好烟 可那一点点 大概分一圈都不够 没想到 这件事由古瑞丹解决了 他采购的春节物品中 包括了一大堆烟 精软江南 他拉了一箱来 原是准备三个哥哥 一个姐姐 一个妹妹 一人十条的 此刻全都贡献出来了 唐小舟热情的搞接待 其实啊 心里一直在打鼓 如果说这些人 来看望省委书记秘书 传出去 唐小舟就完了 如果说这些人 是来看望省委书记 或者是省委书记的那台车 岂不就成了果格里 钦差大臣的现实版了吗 真有这样的故事流传 他唐小舟的政治命运 肯定就此终结呀 无论如何 不能就这么走过场 更不能任其发展 得想办法扭转一下 唐小舟将刘凤民拉到一边 对他说 刘书记 你看 钟书记和刘市长都来了 大过年的 难得两位首长 来看望乡亲们 乡亲们可高兴了 是不是让两位首长 制个词 对乡亲们 说几句极力的祝福话呀 刘凤民 去向两位首长请示的时候 唐小舟又把冯海波拉到一边 他不希望这些人围在这里太久 影响太大了 将尽快将他们分散 酒席是安排在不同家庭的 需要冯海波和任大为一起 将这些人分一下 然后由各位唐客们领走 钟绍基和刘延光其实也清楚 今天这事做得离谱了 市委书记和市长大老远跑来 朝拜省委书记的汽车 这事传出去绝对是笑话 其实钟绍基呀 早已经在心中做了几个预案 他甚至为此专门 让镇党委书记上了他的车 在车上 对唐家傲的情况做了一些了解 刘凤民说过之后 钟绍基说 这样吧 正好乡亲们都在 凤民 你主持人一下 我和颜光市长都说几句 给大家拜年吧 祝福的话 是要说几句的 刘凤民得到指令 站起来举起双手 对大家说 乡亲们 请安静一下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刘凤民 他的话音刚落 有人大声地说 直到县委刘书记 你好啊 大家一阵善意地哄笑 等笑声止息 刘凤民继续说 今天是大年初一 市委市政府 县委和县政府领导 来到唐家傲 看望乡亲们 给乡亲们拜年了 下面立即有人大声说 我们唐家傲 给市委市政府 和县委县政府领导拜年了 其他乡亲们也跟着一起说 给领导拜年 刘凤民接着说 市委中少级书记 一直怀有一个愿望 希望在这个举国欢庆 万家团圆的日子 到最基层 来走一走 看一看 当面给乡亲们拜年 给乡亲们带来祝福 今天我们走了几个地方 现在到了唐家傲 刚进村 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 唐家傲的盛情 感受到了唐家傲的富足 下面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中书记致辞 周围那些站着的乡亲们 开始热烈鼓掌 包括那些一直 钻来钻去的孩子们 也都停下来 拼命地鼓掌 钟绍基站起来致辞 他的致辞有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拜年 第二部分 谈了唐家傲的一些具体情况 他说 唐家傲是一个山区村 资源贫乏 人口也比较多 一般来说 这样的村子 通常都比较落后 但唐家傲不等 不靠 不忘 坚持自力更生 大力发展多种经营 使得资源贫乏村 成了富裕村 成了整个雷江市 发家致富的典型 唐家傲有一个好的致富带头人 而这个致富带头人 是村民自己选出来的 村民真正做到了当家做主 我听说唐家傲的一些事迹后 非常感动 希望市政府办公室 以及市委办公室 好好研究一下唐家傲现象 总结唐家傲精见 以便整个雷江市 涌现更多的唐家傲 第三部分 他讲了市委市政府 在新的一年里的一些打算和规划 钟少基说话的水平很高 虽然是记性演说 条理清晰就不说了 用词非常的精大 语速平缓 简直挑不出任何毛病 尤其重要的一点 他非常睿智 今天的事传出去 是一大官场笑话 试想 市县四大巨头 同时出现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什么呀 只有几种可能 一是在北京开会 二是在省里开会 三是在市里开会 除此之外 再没有别的可能 就算是在县里开会 市委书记和市长也没有同时出现的可能 现在这样四个人出现在了一个偏僻的乡村 知道官场规则的人立即明白 这肯定是一场意外呀 可钟少基的讲话 却将这种意外 却将这种意外变成了一次郑重其事的口茶 在热烈的掌声中 钟少基结束了讲话 刘凤民再次站起来 下面请刘市长致辞 这本来就不是一次正式会议 既然钟少基已经说了 刘延光也不想狗尾叙雕 他只是说了一些拜年和祝福的话 接下来是吃饭 按照任大为冯海波等人的安排 所有工作人员都被领到了各家各户 剩下来的也就是一些领导 钟少基刘延光等人 被请进了唐小丽家 唐小丽家摆了两桌 这不是城市惯于使用的圆桌 而是典型的八仙桌 八仙桌是四方桌 对座次有极其明确的区分 唐小舟本人并不十分清楚这种区分 自然也不清楚 钟少基刘延光等人是否懂得这种区分 但无论懂于不懂 秩序是不能乱的 为此唐小丽特意请来组长 由唐小舟向组长 介绍这些领导的级别 以及先后排序 再由组长告诉唐小舟 哪位应该安排在哪个地方 之所以要找组长来排座次 最让唐小舟为难的 还是钟少基和刘延光 这两个人都是正厅级干部 又都是省委委员 虽说排名上书记在市长之前 可是如果一桌上排出个主次 总不免尴尬 唐小舟向组长说出这一顾虑后 组长说 那好办 不是有两桌吗 书记做首桌的上席 市长做次桌的上席 两个都是上席 应该没问题了 钟少基和刘延光 两个人的席次排定了 其他人自然也就好排了 书记这桌主要是党口了 市长那桌主要是正口的 刘凤民和冯海波两个人 也恰好分出了党政 自然是各做一桌 按照这种排法 钟少基和刘延光 分别做了两桌的阁老位 唐小舟和唐小丽 作为主人赔了次位 刚刚做定 又出了麻烦 钟少基一定要请 唐小舟的父母上来 唐小舟知道 父母一旦出现 这个坐次又不好排了 便说他们已经吃过饭 就不上桌了 钟少基不干 小舟啊 你这是什么话呀 我到这里来 就是来看望叔叔阿姨 给他们拜年呐 无论如何 我都要给他们敬一杯酒 无可奈何 唐小舟只好将自己的父母请出来 请出来 做次不好安排 值得再一次 把族长请出来 族长说 中国的八仙桌 分主人席和主宾席 如果是一家人吃饭 隔老位 是最遵从的位子 通常都是由族中最德高望重者来坐 但凡有最德高望重者在场 即使再尊贵的客人 也只能坐左边的第一位 这个位置被称为上位 属于宾位中最尊贵的位子 今天的主客 是钟少鸡 而钟少鸡 将唐小舟的父母尊为上 将阁老位让出来 钟少鸡本人 就只能屈居上位 也算是主宾位 钟少鸡做了宾位 刘炎光 又怎么能做主位呢 他也让了 主动做到了宾上位 刘炎光 一让空出来的主上位 绝对没人敢做 唐小舟想了想 只好请族长和伯父做了 宴席开始 钟少鸡给唐小舟的父母敬酒 接下来便是所有人 依次给唐小舟的父母敬酒 敬过这一轮 该进的礼节进到了 唐小舟便让父母和长辈离开 大家才坐得松了些 再由他以主人的名义 向各位领导一一敬酒 这一餐酒 直喝到下午四点多才散 几位领导都邀请唐小舟 钟少鸡和刘炎光 希望他去市里 刘凤民和冯海波 力邀他去县里 唐小舟虽然喝得有点够亮 心里还是明白的 他哪里都不能去 得赶快回省里去 这里捅了一个大窟窿 他还要回去补上 返回的路上 他给于丹宏打了一个电话 在电话中 他向于丹宏说 秘书长 有一件事 我要向你汇报一下 你现在有没有时间呢 于丹宏拿着官腔说 你在哪里啊 今天呢 赵书记放了我一天假 让我回家看望父母 我现在正在赶回雍州的路上 什么事啊 不能明天说吗 这件事啊 我觉得现在汇报比较好 那你说吧 我今天回乡下 原是想悄悄地去 悄悄地走的 没想到市里少鸡书记 和阎光市长下乡检查工作 他们听说我回来了 就放弃了在镇里吃午饭 一定要逃我一餐酒喝 结果跑到我家来了 哦 我知道了 你路上小心 唐小舟也知道 这样的理由 于丹宏绝对不会相信 作为省委秘书长 他不是不清楚 各地书记和市长 是分开行动的 根本不可能出现在 同一个地方